由淡水街道文化促進會昨天發起的元宵提燈點亮重建街活動 過去每年都有舉辦 而在這條淡水最老的街道感受傳統節慶與歷史文化 現場更湧盡上百人一同參與 昨天是一年一度的元宵節 不少民眾都參加了慶元宵的活動 不過在淡水的重建街道 也有一群大手西小手民眾齊聚準備要來提燈籠走老街 而這條老街則是淡水最古老的街道重建街 由淡水街道文化促進協會舉辦的元宵提燈點亮重建街的活動 在過去每年都有舉辦 而在這條淡水最老的街道感受傳統節慶與歷史文化 一開始其實這個一開始的活動 其實就是一個發想 就是幾個我們在地的在地的人阿忠哥 然後跟幾個在地的人 他們覺得說其實元宵其實在小時候 就是會提著燈籠 然後去在一些巷弄裡面遊走 然後就是因為以前比較沒有什麼 巷弄裡面沒什麼燈光 然後提著燈籠這樣走 其實很有屍骨悠情的感覺 然後就開始幾個人有這樣的發想 他們就開始在元宵節的時候就有提燈籠的活動 出境會表示元宵節在早期大家小時候都會提著燈籠 在大街小巷當中穿梭游走 而這也是在地居民過去的點點回憶 因此為了在這條老街上重現早期的景象 每年的元宵節都會舉辦提燈活動 昨晚現場更湧盡的上百人一同參與 大家提著自製的燈籠 在文史工作者的導覽解說下 一同感受到重現街的歷史文化 這個活動非常有意義 而且可以帶給人一種很愉悅的感覺 而且有元宵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陸陸續續就是在網路上 就會開始有號召 然後就是讓大家日遊來報名 那我們今年一樣還是選擇在重現街 然後我們這次就是比較遊走一些小巷弄 然後讓大家自己日備燈籠 然後開始有這樣的一個遊走 我們希望說不管來參加的小朋友 或是大朋友們 都能夠有一個難忘的元宵節 促進會說其實這樣子的活動 每年都收到許多在地企業、店家 還有單位的贊助幫忙 讓促進會能夠順利的舉辦 而藉由網路、臉書的號召 民眾可以自由參加 而今年的路線 從重現街、戀愛巷開始 到附近的清水街、紅樓等景點 還有顯露小活動 讓大家留下元宵節難忘的回憶 記者許端一帶學採訪報導